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收购异象书的内容 那讲到收购异象书的内容 其实可以从另外一种异象书来做比对 我们来讲的就是所谓的投资异象书去做比对 那投资异象书基本上它有两层结构 重点在一个第一个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分配 第二个部分是政治上利益的分配 可是收购的部分基本上来讲 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政治上的分配 为什么 因为被收购的一方 它你就好像是对方的子公司一样 或者像对方的部署一样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整个政治议题就会变成是什么东西 变成了比较明显的两个条件 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员工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对未来的承担 那未来的承担就两个 一个是普票齐全 另外一个是公司的这个持续经营的绩效的达成 所以说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整个收购一项数的时候发现 其实它的架构跟投资一项数也是差不多的 首先它就是所谓的估值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交易架构 到底它是针对股权 还是针对资产 然后到时候你要去付款的时候 你的对价形式是什么 是对价的 那再来如果说针对过去投资人 或者你承担的 我们讲就是创办人给予投资人的一些承诺 像股票齐全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然后还有基本上来讲 被收购了一方的员工问题 还有所谓的成交条件 这个就是所谓的收购异象数的内容 那各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然后在一逐条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去了解 说原来收购异象数 它卡的东西 或者它在乎的内容有哪些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分享 请各位参考创业前途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